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您先收看的是CANLINE时光 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CANLINE时光惠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以及公民信东已经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关注的 制度文化结构等等方面的问题 让我们再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那个情绪高昂 或者是只有看到那个热闹的那一面 而是能够看到更重要 对社会更深层的影响 最近这几年台湾所谓的随机杀人事件 似乎是越来越多 每次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愤怒难过 同仇敌忐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这种不同的声音就觉得 哇这个社会怎么了 这个社会病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更严格的 这个言行俊法来去 这个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乱事有人就主张必须要用重点 那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 恐怕不是这么的单纯 除了看到的是这个被害者 也看到的是加害者各式各样背后等等的 这种所谓的制度跟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 恐怕是这个社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都必须要再进一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在两年多前这个小灯泡的事件 其实我相信也引起整个社会非常大的震荡 非常大的震撼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属也非常的勇敢 非常不简单的去面对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就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专访邀请到的是 小灯泡妈妈王婉玉女士呢 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问题 婉玉你好 你好 班老师你好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情发生 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时间到现在 大概也都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法院也做出了一些 比较初步的判决 那不晓得在这段过程当中 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对家庭来讲 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家来说 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结婚 都有不同的状况 和不同的表现 但是还蛮明确的就是说 我们都会无止境的悲伤 和不停不时涌来的那个死恋 是很确定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的 那在我们家庭里面 其实一直都是采用比较开放 比较自在的方式 然后也尽可能的给予彼此陪伴 所以当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有什么心情 或是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我们都很鼓励他说出来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 彼此去协助 然后把自己想说的自己的感受 和自己的想法都提出来讨论 然后很努实的去面对 各式各样的情绪和时间 家里的人都有办法 这样子很坦然的去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 我自己的父亲也是意外过失 然后我记得 我每次开车到某个地方 我爸爸曾经上班的地方 我可能在这个车子里面 我就会情绪是完全失控 那如果没有 如果有人在我旁边 他就会觉得我很奇怪 就是那个会从而 会有所谓的毒物伤情 或者怎么样 可是在这里面 其实家人要能够站出来 或是直接面对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除了家人之外 整个社会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当中 怎么样的去协助 你们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小灯泡 出事的那个地方 其实这两年来 我们其实都没有经过那边 就是我们都会 一样就是会刻意 避开那条路线这样子 那在家族里面 其实我觉得对长辈来说 比较难开口谈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过去是比较保守 面对情感的处理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可能就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去谈一谈 关于他的感受 然后关于小灯泡的思念等等 但是后来其实蛮容易会 不太容易去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之前有读到一本书 就是那个脸书营运长雪楼 写的一本Option B 那里面提到说 这个现象很像是 但是黄建敏有只大象 但是大家都好像 看不到他的存在 然后不愿意去谈 其实在家族里面 或是亲朋好里面 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状况 那至于我们怎么走过 或是怎么让我们自己好一些 其实从事发的时候 我们有很刻意地去 尽量维持稳定的作息 对孩子来说 尽量维持稳定的作息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蛮多 亲戚朋友的协助 因为在当时那一段 短暂的时间内 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 治理我们的生活 因为每天大概就是 极度的悲伤 然后吃饭等等 其实都不太有办法安定下来 那我们是有靠朋友 协助我们处理这一块 那后续其实也都 我们还蛮幸运的就是 我们一直都还蛮多朋友的支持 然后协助我们 帮忙照顾小孩 维持家里作息之外 然后像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对我们 认为对我们有益的部分 只要我们判断对生理没有 没有损害的 我们都愿意去做 比如说像花豆腐的朋友 他们就会帮我们写一个故事 然后利用人质欲学的方式 来协助我们 那比如说天主教的朋友 他们也协助我们 安排了我们去 去凡帝港做朝圣之旅 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慰藉 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都还蛮愿意去尝试 就是只要 有可能会让我们过得 更好的部分 我们都还蛮愿意去尝试的 但是如果回到 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都挽去 非常多媒体的反应 访问 包括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 就跟你敲过这样一个访谈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就不愿意访谈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自我保护 或者是他可能还有很多东西 他必须要去某种的厘清 可是即使是如此 我自己个人也觉得 非常浩洁的地方是 其实你们的很多的表现 跟传统所谓的受害者家属的形象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你们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面对社会 例如说包括发联书 去把自己的心情 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对事情的看法讲出来 然后来跟社会去对话 跟传统的或是跟大部分的被害者家属 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选择 而是我们很真实的 就表现出我们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 从一开始 我们其实就没有刻意要 去选择怎么样去表现 或是去面对媒体 那至于我们一直不太对媒体发言 而是透过联署 或是文字的方式去处理 是因为 我们觉得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可能因为情绪 可能因为压力 可能因为还没有办法 消化太多的资讯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很真切的讲出 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加上我原本就不是一个 口才很好 或是很善于表达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有 蛮害怕媒体的这个部分 那过去我其实一直都有 书写的习惯 那我也认为说 通过文字的表达 在我们经过讨论 和经过再三的修改 修正之后 能够尽可能 比较接近我们真实的 的意思的表现 所以我们后来 大部分都是透过文字的方式 在呈现我们的意见 待会我们会有点时间 来谈谈您对媒体这个部分 对你们的采访 或是后来你们在 市改国事会议当中 也提出了一些 有关媒体报导的一些主张 我们待会有点时间 再来去谈这个部分 那不过其实这个事情 发生到现在已经两年半 法院其实也做出了 这个对于忘记运的 无期徒刑的 这个所谓的判决 你对这样的 你们对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的 态度跟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对于 何怡婷的判决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希望要求的是 死刑或是疾刑 所以对何怡婷的判决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很能够理解 因为 其实我们在何怡婷 整个审判的过程中 有很详细的 有尽可能详细的 去讨论了各式各样的状况 然后对于 对于犯罪者的 的精神状况 以及他后面可能的 厨域都经过蛮明确 还蛮详实的讨论 那目前来说看起来 就各方专家都认为 关于在犯可能性 关于 教化可能性 其实都不太有 不太能够 不太有信心 或是不太有把握 所以我们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 就是说我们希望 这个社会出现了这样子的人 除了我们避免他在犯之外 避免再伤害到任何人之外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个社会 或这个国家更有义务去了解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甚至是 能够做更多的处理或是政策 能够让这样子的事情 发生率能够再降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对你们来讲 是希望这个人 是永远不要再跟社会去接触 免得他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而这其实也是在台湾 很多在有关于死刑的讨论上面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 不同的这些看法 就是熟食可能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另外一种就是 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可是在现在的法律当中 并不存在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所以这样的一个无期徒刑 对你们来讲 会是一个 一种未来会 还是会有一些恐慌担心吗 还是这样一个无期徒刑的 这种处理方法 没有假释的这种做法 对你们而言 其实他恐怕也没有办法 达到你们真正期待的 这种所谓的跟世界上面 跟这个社会是隔绝的 站在被害者家属的角度来看 就是身为一个爸妈 其实我们的不安全感 或是担心或是恐慌 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 能够处于急刑 那至于说 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或者是说 无期徒刑之后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让他免于在 避免他在对社会造成伤害 这件事情其实是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答案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 政府国家能够 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可能 或是有一个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不得不 我们只能用死刑的方式 选择 希望他能够被判死刑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恐慌 表达我们的恐惧 可是 这种到底 假释之后 或者是不得假释 或者是 或者是假释之后 对社会有没有 什么样的危害 这恐怕也没有人 能够去做这样的保证 是 目前看起来 是有这样子的极限 其实这 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觉得 非常好奇的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跟很多的 这个被害者家属 其实会有一些不同 就是你们很希望去了解到 这个 王景玉他的 这个所谓的成长的背景 成长的历程 对很多的人来讲说 我的家人受到伤害 那你就去处罚他 就按照法律 那甚至就是 法律不够的 那我可能 还会有些家属 我们常说 我们跑到他家门口 去 去打他 或者是去更多的 这种所谓的 愤怒的这种举动 可是你们想要去理解他 想要去了解他 为什么呢 我只单单谈死刑 我觉得确实可以 让这一个人 免于再次伤害社会 但我们无法知道说 下面会不会有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发生这样的情况 或是有这样子的精神状况 或是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我们除了觉得 应该要针对这个个案 让他能够与社会隔离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 有比较更长久一点的对策 是希望能够 尽量减少这样事情的发生 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去讨论 或是我们希望知道 这个人发生什么事 因为唯有透过一些 已经发生的案例 或是已经发生的状况 我们才比较有可能去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各种面向 社会安全 未复等等 这方面是不是有更多 可以着力的地方 因为大概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很多单位 都会跟我们说 他们都知道 社会安全网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 有一些状况 但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情况下 或许 从已经发生事情 去探讨原因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方向 这是我们当初的期待 不过 我其实觉得说 对所谓的受害者家属来讲 我可能要去抚皮 我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很长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还要再去管这些人 即便到现在 我觉得那个情绪的部分 还是很难抚皮 而且甚至我们不知道说 这辈子我们有没有可能 回复原本的生活 但是管不管这些人 其实是因为 我们是家长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小孩 然后我们也一直都很在乎 不教育或是其他跟合同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如果只单看一个个案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就算他被判了死刑 或是他被处决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解决我们的担忧 或是我们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更长远的 来看这件事情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们透过什么样方式 去了解到王晴玉的这些 他的成长历史 在法院 或是在整个检察官的 这些审讯的过程当中 会提供你什么样的协助吧 那后来当你们知道 他其实就是一个精神障碍者 那这个精神障碍者 这个结果 然后因为这个结果 判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 这会 你们对这样的一些 结果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有这个病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对他处于疾刑 首先是在 我们了解他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有尽可能去尝试 他表达我们的 我们的诉求 所以在我们的审判 诉讼过程中 其实相对于大部分的案子 我们应该是在这方面的做的分析 比如说 精神奸定或心理状况等等 还有 对他个人生命史的部分 其实做的 研究和讨论 是相对比较丰富 或比较完整一些些的 那另外我们当初也尝试了 修复式司法的部分 也是同样的希望 可以看见更多 不同的面向 那至于他是一个病人 对我们来说 呃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面向很广 是因为 我们清楚他是一个病人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 对于二审的判决结果 我们可以理解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接受 嗯 因为他是病人 所以以现实的法律状况来看 或许 这也是法 法律能够 呃 司法人员可以 可以判决的极限呢 那 但是在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病人 所以我们更觉得 国家或社会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嗯 因为如果他不曾犯 他不曾生病 或是他犯罪前 他生病 已经被治愈 或许就不 或许就有可能 不导致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 嗯 就也又因为他是病人 所以我们会有期待 除了判刑或是执行之外 有更多的可能性 和更多的方式 可以去尝试 嗯 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 事实上 如果真的发生在他身上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不太容易去面对 或者是去 去处理 甚至刚整个访谈当中 我们看到婉玉 提到了非常非常多 不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个案 或是自己单纯 在心情上面感受 事实上你会发现 他所思考的 可能更广泛 包括啊 这个所谓的媒体如何报导 包括这个社会安全网 包括对于被害者的了解 包括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司法制度 该怎么去做 那事实上婉玉 他后来也参与了 这个司改国事会议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跟他谈 好 从一个这个被害者的 这个家属的角度 或者是从一个 对于所谓的公共事务 希望能够 当这个社会更好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 在所谓的社会安全网上面 在所谓的司法制度上面 或在整体社会的状况底下 我们能去看到 当这个社会 所谓的随机杀人事件 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发现 这些背后 都可能存在一些 共同的艺术 例如说中年失业 或者是一种不安全感 或是在精神上面 压力很大的情况 而导致这些悲剧 不断发生的时候 我们这社会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 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宗翔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小灯泡的妈妈 王婉玉女士 来跟我们谈 她在这一阵子 在面对 整个这一种非常巨大 对家庭非常巨大的 这个伤害 她整个的心路历程 以及在这件事情之后 她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里面 各式各样 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犯罪 甚至所谓的疾病 或者是整个台湾司法的一个问题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事实上我们比较从她个人的 这种所谓的情感 或者是从她自己的经验来去谈 不过我们在接下来要谈的是 整个台湾的司法制度 或者是整个台湾的 有关于这些 审判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的一些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措施 不管对于加害者也好 或是对被害者也好 都有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情 丸玉女好 你好 我们现在可以先来谈一下 就刚刚上一段 我们有稍微提到 就是媒体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媒体 经常被人家诟病 特别是发生这种 所谓重大刑案的时候 大家通常就会说 嗜血 这样一个概念去称呼媒体 而且这件事情事实上非常非常大 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 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嗜血之外 很多的媒体工作者 他其实对这个事情 也是充满了同手抵抗 警察局的时候 其实也出现了很多人去打他 然后在打他的时候 其实里头是有记者的 可是回到他们工作上面 他也必须要去做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采访 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跟媒体的接触的经验是什么 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是否会对你们造成一些困扰 或者是事实上 也让你们有比较多的 这种时间跟空间 来表达你们的看法 我们还蛮清楚是媒体朋友 其实对我们是相当领域 也相当尊重的 那除了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媒体会追逐我们 或是希望能够一直访问我们之外 其实后来我们还蛮明确表达说 我们短期之内 可能没有要接受采访之后 其实他们还蛮愿意给我们空间 也蛮愿意等待我们的回应的 所以媒体在这部分 我觉得相较相较于过去的案件 他可能是相对是给予我们 比较多空间与尊重的 会去特别去跟你们吗 或者是去挖你们的隐私之类 初期的时候会 然后确实也有 我们有觉得不太妥当的部分 就是即便是他们已经 在这样对我们相对领域 他尊重的情况下 我们的住家或者是我父母的住家 或是我们个人的资讯 其实都还是有曝光在报道 报纸报道上面去 那我们会期待说媒体在这部分 能够更加谨慎 或更加严谨 因为这些资讯 其实对社会公益 或是对公共利益 其实没有帮助 但是对于我们 我们已经在大街上失去一个孩子 那个安全感 其实已经是相当的 相当的悲受打击 之后我们还会面对我们的资讯被曝光 包括我们住家 父母的住家等等 这个部分其实 我觉得会更再次的严重到伤害 我们对于安全感的重建 事实上会造成一个更大 不只是一个更大的一种恐惧 那当然 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 受邀去参加这个四改国事会议 在四改国事会当中 也对台湾的整个司法 也提出了一些你们自己的看法 那特别是跟媒体有关的部分 那事实上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来 很多的美改团体 其实也不断的再去强调一件事情 所谓政察不公开 那你在这个四改国事会当中 也提到了有关于 政察不公开的一些看法跟主张 或是落实的这些部分 您当时提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特别强调 政察不公开这件事情 应该说在政察不公开这个部分 其实在台湾媒体一直 媒体或是司法体系 其实有一直被诟病 就是往往会有太多 或过度的资讯的透露 其实让整个案情 过于及早透明 或是造成调查的困难 或者是甚至造成舆论公审 甚至被疑似犯罪人的评价 或是评论等等 都不是那么正确的被报道 所以我们在谈 所以在四改国事会上 其实有提出 关于政察不公开的部分 那针对我们自己个案来说 我觉得 确实有因为政察不公开 造成政察不公开的资讯 被透露出去 而造成了一些的困扰 比如说 像我们 比如说像我们 在起诉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询问 在最后一次的政察庭 我们其实有询问检察官说 预计起诉的时间吗 或是 有没有一些可能的计划 或进展 那当初检察官是回答我们说 因为政察不公开 所以无法告诉我们 但是就当 律师们离开地检署 在跟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已经接到媒体的电话说 这已经起诉了 那我们的看法是什么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会觉得很错愕 就是 就身为当事人 其实都还不知道这个讯息 可是是反而是从媒体来告诉我们 而且其实前后 也不过才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会觉得说 政察不公开 其实蛮明确是针对 在司法中的人员 然后以及相关案件的 相关的人 需要去保护这些资讯 然后不公开的对象 应该也是指大众 而不是针对案件中相关的人 来做保护 来做不公开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在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当事人 或是对于案件中 有需要知道 知道情况的人 可以更细致的去处理 比如说先通知我们 之后再对媒体提供这样的资讯 可能会是比较完整的 那另外就是包括像 我们也会 在司法国社会议上 我们其实提到一些 比较低度的限制 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希望说 能够设定一些 不能报道界限 或许跟不法相关 而是不法无关 而是跟不当的媒体报道有关的 比如说个人的隐私啊 还有比如说在警察局 是不是能够设定禁制区 因为以我们的案件 我们在等待做笔录的时候 媒体记者朋友 其实会一直不停的进来 那对于当时的我们 其实情绪在很极度 不安的情况下 然后还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 对当事人 或对被害人来说 其实是一种压力 也是一种困境 虽然这个侦察不开这件事情 在台湾实际上 早就有了 而且事实上刚刚谈到 梅凯团体 或是很多人权团体 也就提出了非常多年的 这种所谓的倡议跟主张 可是他一直很难落实 这很难落实 通常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于 这个检警调 他必须透过 或他有时候 会透过这种所谓的侦察 泄露这件事情 去跟媒体去维系 一定的关系 不管是检察官也 或是警察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类似的这一种状况 所以在最常做的一种说法 就是警察说 我也没有去透露 把这个资讯给媒体 所以我把笔录 放在这个桌上 或是电脑没有关 然后记者走过去 他看到的 我怎么知道他看到的呢 那当然这其实 对我们来讲 这其实就是一种维系关系 那第二个 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 对媒体工作者而言 他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其实 是在做监督 就是说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黑箱作业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去 这个所谓的 找一些狗屁盗造的事情 然后会不会回避监督呢 所以媒体工作人 经常会 所谓的 这样子会危害 新闻自由 就是你去限制媒体的采访 而且他会说 这个不是我泄漏的嘛 对不对 那会所谓的 危害到新闻自由 你怎么去看待 这样的一个媒体工作者 或是比较从媒体 新闻自由的角度 这方面的回应 我觉得我或许 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很全面的去谈 这个部分 比如说办案的时候 透露媒体的 某部分的讯息是监督 让民众免于被害呢 或者是 其实已经违反了人权等等 我觉得那个 其实要很全面 或很仔细的去探究 但是我觉得针对比较 低限度的限制 我觉得那也不影响到 媒体的自由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是不是在办公室里面 办公区 不应该让媒体 能够自由的进出 然后或者是说 像不该采访的地方 是不是能够画一个界线 所以这部分 禁止记者进入 那甚至是针对报道内容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些 低度的提醒 或低度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尸体的照片 城市的街头的尸体的照片 或者是说 案发现场的状况 是不是能够 不那么的明显 或是不那么刻意的去报道 因为 毕竟那个画面 其实 比较多是来自于 民众的情绪 而不是针对犯罪事实 而有所帮助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 在侦探不公开的部分 至少能够低度的限制 那我刚刚管老师所说的 就是我们 其实现在已经有作业办法了 但是 以我们知道的现状 是蛮少有 落实方面 落实方面 其实不是那么的落实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最低的限度就是 违反这个作业办法的 是不是能够予以救折 或是能够严正的 去执行这样子的作业办法 这的确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 不管是对这个所谓的 刑案的这个正办 或是刚刚特别谈到 这个家属 其实都完全不知道 这个事情 反而是从这个媒体 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事实上 你不能够因为你们自己 要去建立关系 而没有把这个家属 整个考虑在里头 或是他们不管感受 在整个这个刑案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 担心这个刑案 因为泄漏这个资讯 而导致这个所谓的 影响到办案的话 那么其实作为上头的 这些这个所谓的检警调 他必须要去好好的去 把住这样的一个关卡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谈到有关于被害人的部分 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只要谈到有关于 这个所谓的重大刑案 都会讲说 你们这些人权团体去 考虑到的 都是这个所谓的 加害者的人权 那被害者的人权是什么呢 那其实上 当然很多人权团体 他们也会去关注 所谓的被害者的人权 那我不晓得 你自己在事情发生到 现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国家政府对你们有提供 什么样的协助吗 这个协助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他例如说 有些这个被害者的家庭 他实际上 如果是心理上面的协助 那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是一家里头 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 那这个人已经走了 那可是他家庭 就会面临到非常大的 这种所谓的冲击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可能整个家庭 都是垮掉 在你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政府曾经怎么样 协助过你们 在我们的案件部分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有蛮多朋友的资源 然后所以其实 我们蛮多的资源 和蛮多的协助 都是来自于亲朋好友 所以相较之下 当然对 在国家的部分 因为我们也是 重大刑案的受害人 所以我们其实有得到 相对比较多的资源 比如说犯罪 犯罪保协会 犯保协会 其实会进来协助 然后包括相对的 心理咨询的部分 他也都会提供这样的协助 但是就 陆陆续续我们听到很多 从律师或从NGO 或是从一些被害人的经验来分享 其实国家在这个部分 其实提供的还蛮不 不是那么的完整 那甚至很多被害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有犯罪犯保协会的存在等等 那我们也比较幸运的是 比如说像我们的律师 其实是他们主动跟我们联系 然后愿意主动协助我们的一无律师 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被害人 他们其实需要法律上的协助 然后但是并没有这样子的管道 那另外就是在被害人的部分 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相对是幸运的 我们在法庭上或是在整个司法活动中 其实我们是容易被看见被听见的 我们的声音可以被表达 然后我们声音容易被听见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 我们有受到尊重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情况 不应该是特例 不应该是只有这个案件而是这样子 而是每一个被害人 应该都要在法庭中有一个角色 有一个地位的存在 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能够 他们的意见也能够被法院给倾听 那这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礼遇 或是不应该是特例 而是应该变成是一个通则 从你们的角度 你们觉得会建议国家怎么做呢 哪些东西他们现在目前做的不足的地方 我记得他们在之前司改国之会 其实蛮多都有讨论这个部分 那很多细致的部分 很难一直说得出来 但是过去我们其实常听到一些是 被害人他可能在法庭上 因为他并不是检方角色 他也不是被告的辩护方角色 所以他们其实不见得能够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那如果说他们又没有律师的协助 或者是说律师和检方 与他们的个人的意见不同调 所以他可能很难提出这样一个资讯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请求 或是提出他们的声音来 所以我们会希望至少在法庭的活动中 能够让被害人有机会 能够讲出他们的想法 或是他们的感受 然后这点我觉得其实 是一个蛮基本的尊重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 这种刑案 或是这种所谓的家庭的这种创伤的时候 事实上会有很多的怨恨 或很多的不满 或是很多的难过 我相信你们家庭也会有这种状况 可是跟很多人也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其实在施改国事会的时候 你们曾经有提到 曾经发表一个声明 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一起去想想 所谓的修复式司法这件事情 可是也希望能够跟这个社会 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对话 但是似乎后来 并没有再展开再一个对话 那你们觉得 所谓的修复式司法 在台湾现行的这种 所发司法体系当中 是可行的吗 是做得到的吗 你们希望是什么样的 一种对话的方式呢 我们自己本身 其实有申请过修复式司法 然后以我们理解的修复式司法的意涵 应该是说我们来修复一段关系 那这个关系 目前好像蛮多是局限在 在个人与个人之间 那我们会试图在想 是有没有可能是家族之间 或者是家族与这个案件本身 我们的关系是能够修复 我们的安全感 是不是能够被建立 我们的疑惑 是不是能够得到的解答 又或者是整个国家 对这件案件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这些东西更更广义的来进行 那我觉得很容易 把修复司法跟调节 或是和解 画上一个等号 总觉得好像我们接受的 就是原谅或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不尽然 那以我们独到的资讯 或是就我们各方专家提供的部分来看 其实台湾现在 目前在修复司司法 觉得好像各地不同调 然后因为促进者的做法的不同 以及模式的不同等等 所以对修复司法造成的一些局限 或是一些 不是那么清楚 台湾修复司法进行的状况 那我们会觉得 这也是局限了目前修复司法的发展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鼓励也支持说 其实我们除了在量刑之外 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来面对各式各样的受害 以及各式各样的犯罪案件 你所谓的修复司司法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 架害者 跟被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修复 而是整个社会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大的刑案 或者是所谓的社会的创伤 这包括你曾经也提过的 社会安全网的这个做法 对 我们期待会是这样 或者是说 因为以我们案件来说 其实 因为被告的状况 其实没有办法有 有对谈的可能性 那加上我们的案件又因为 修复司法的气息已经倒了 所以我们其实很快 还蛮快速的就结案了 那我们当中在想的是 如果 我们有可能透过 我们先申请修复司法 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修复司法 得到更多 或是了解更多 了解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或者是我们的情绪 能不能在这中间 得到被安抚的可能性 所以 可能不单单只限 个人和个人之间 是否对谈而已 而是有包括个人和这件事情的关系 能不能被处理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概念 它的范围似乎是更为广泛 就是例如说 蔡英文总统也提到 所谓社会安全网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社会安全网 事实上应该是留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说 怎么样让这个社会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每一个人 他都能够 不再活在恐惧里面 在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都事实上都能够安心自在的生活 他各样的保护机制 或者心理机制 他是健全的 另外一个是在于 所谓的可能的加害者这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去了解 他们会产生 这种所谓的犯罪行为的原因 所以对于他们的生命史 对于他们的人格发展史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 这些造成犯罪的成因 恐怕都是必须要有一些理解的 那这也是你们所主张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一个部分 是 因为我们知道事情案发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社会安全网出的问题 或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的问题 但是其实蛮多的单位都告诉我们 所以他不知道 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或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原本最期待的 最基本的希望是说 至少我们知道 已经发生的事情 的这些人 这些事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我们进而去理解 去试图找出一个可能性 像我们的政策 像我们的教育上 是不是有可能有所调整 让这样的事情能够被降低 或者是补齐一些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那 自目前为止 我们看得到是 在司法部分 其实已经很努力去做 在我们的案件上面 其实很努力去做 然后也几乎达到了极限 那后续的行政权的部分 其实应该要接轨上来 而不是感觉好像事件 进到司法程序之后 就已经行政权无关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报告 那些结果和那些分析 其实行政权应该也要去参考 然后作为之后政策的执行方式 因为我们在想象的是 你对事实已经有所了解 而衍生出来的政策或是概念 应该会比你坐在办公室空想 或是有几个人 自己在那边 在那边纸上谈兵来的 可能更贴近事实 或更贴近现况 所以我们也会期待是 像这样子的资讯 或是这样子的政策 应该是要跨部门 或是要更多的政府的资源 能够进去整合 然后做出更有力的 更有力的政策讨论 事实上如果我们更深层一点来看 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如果我们刚刚一开始 谈到所谓的随机杀人事件 似乎有比较高的这个频率 但是我们如果回去 去检视这些人的背后 他们恐怕都是中年失业 或者是精神状况不好 或者是所谓的社会的成就感是低的 或者甚至是被某种遗弃的 这样一群人 那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的问题 它恐怕是整体社会的问题 可是这个整体社会的问题 到底这个社会该怎么去解决 我常常讲说好 不管你主张死刑与否 或是你主张什么样的刑罚都可以 假设我们真的觉得这些是有问题 那我们除了再去刑罚这个个人之外 怎么样回去回过头来 去看到这些个人背后的这个社会体制 不管是从教育部分 或是从其他的政治部分去解决 这都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看到是就像您说的 就是他的背后的诚意很广 所以我们更需要去了解为什么 我觉得又有了解为什么 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对的方向 思改国事会事实上也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其实你们也从所有的被害者的家属 去提出了你们自己的看法 这段时间开完会之后 这个社会或是你们有发现到什么样的改变 或是有改变的可能性吗 或是总统也常常会觉得说社会安全很重要 可是在实务上面 他们有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跟解决吗 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专家 其实我们也不在政府部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得到资讯 可能与大众相当差不多 所以以思改国事会来说 后续的进度其实都有公布在网站上 那因为我们当初委员所提出来的建议或是决策 其实是给公部门做一个参考的部分 所以后续我们清楚的是有一些公听会 有一些提案 有一些草案都在进行当中 但至于落实了多少或是改变了多少 目前我们没有那么清楚 或是这么能够知道它的细节 但我们可能得到资讯 跟大部分民众在网络上看到 能够去追踪的其实大致是相同的 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我们政府花了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时间 邀请这么多的相关当事人 学者专家去参与了 这么重大的一个会议 那希望它不是一个拜拜 而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所谓的诚意 跟这种所谓的实际的做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今天的访问当中 事实上也非常谢谢你能够 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除了去了解到你自己 在整个过程当中 怎么去面对家庭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之外 我觉得更宝贵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婉月也提出了非常多 对整个台湾司法 在台湾整个的这种 所谓的刑事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对媒体的一些建议 我想这都是值得 我们去做一些反省 必须我们做一些探讨 而我们当然对于所谓个案 会有很多的不舍 非常很多的难过 可是我们怎么样 让这些问题不再发生 恐怕是一个 这个社会里面 必须要花更多时间 花更多的资源 来去思考 来去理解 共同解决的一些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婉月 接受访问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这个礼拜的菜单时光 会客是我们访问了 小灯泡的妈妈 这个通告敲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相信 王婉玉在接受这个通告之前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不管是在心理心情上面的调整 或是对这些问题的谨慎的准备 都花了不少的时间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自己也有蛮大的收获 特别是 王婉玉跟我们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这个所谓的加害者 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经验 他的历史的生成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才能够知道问题的所在 才有可能让悲剧不再发生 从一个受害者的家属 说出这样的话 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也希望 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 也能够给大家 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 也到了台东做的小旅行 然后也拜访了台东新港的教会 今天的所谓的第一则的新闻 也跟台东是有关的 北南族资本卡大地部部落 三十位代表争取参加 台东县资本市地太阳能光电厂 营运计划第一次咨询会议 会议一开始族人就拿出抗议布条 强烈反对县府在未取得部落咨询同意 就贸然做成光电开发计划 部落头目用族语表达抗议 随后集理退席 不管是任何团体任何组织 你要在部落做什么事 在部落土地做什么 开发什么 你必须都要尊重部落 到部落来说明 台东县荒野保护协会和野鸟协会 也在县府广场表达反对光电厂 盖载被国际鸟蒙 列为野鸟重要气地环境的资本市地 并派代表在会议中 充分说明保留资本市地 对环境和观光会有重大贡献 台东县政府表示 会请厂商参考各方意见 再做修正 也会在和部落沟通 環保团体认为 资本市地野鸟活动的范围 就在要开发光电厂的 226公顷土地上 虽然计划案中 有71公顷是保育区不开发 可是野鸟并不会乖乖地 自己跑到保育区 呼吁台东县政府 重新选择光电厂长址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悲难族的这个 所谓的传统领域当中 在台湾的相关法规当中 事实上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开发 如果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是必须要对这些 原住民有一些很好的沟通的 这个过程 另外一部分 事实上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 虽然这些太阳冷板的 这个所谓的基地 有一些 这个被规划在保育 不得开发的这个部分 可是这些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栖息地 而这些野生动物呢 也不会去选择 分辨说到底是一个哪些是保育 或是哪些是一个不保育的地方 我想这个对生态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冲击 必须要去做更省私人的 这个评估 另外一则新闻是 有一名高中生 发了一个公开信来说 在现在的高中校园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 不民主的这些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任何一个刊物不应该有事先的审查 这已经是大家基本的共识了 可在学生的事物上头 却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权利的保障 导师谦和 这个意见才可以真正的被当成是 就是校方要看到的意见 这什么意思 这一样是一种思想审查 学生向教育部和总统户 连团支付顺修作 发表要公开配置 亲生社团要出办公布 就要先经过老师和合部找新权 但因为本意不通 跟中央控制定理由求经济 如果社团就先临手 会以敏感结果来训练 如果没有学生 没有就知道 有专业的影响 尽快股体的改善修室 如果政协的表达意见观度 办台台会 发言需要班队的签名 没有好好不修理 希望相关团队 能夹着好好改善 让他们先有主题 不用公平意识的环境 出盘品的管理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审查制度 有没有可能朝向对话的制度 让孩子他们感受到老师 在看他的一个出盘品的内容的角度 让学生他的学习的范围会更广 针对表现公开 好好也随便丁清 社团变感正经 都能夹着社团会议 也会使用各个社团代表 来随便并将邀请和规定 按照出盘品的心理 最后还是烦恼 无论中感受到操作 而且应用操作 在中央 学生人体和育息是有路差 未来的继续和后来学生 主题团队 进行对话和活动 希望能够建立更加優先的 或者是环境 记者总和部队 我想对高中生的培养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的高中 不管是在公民的课纲 或是历史的课纲里面 甚至在其他的课纲里面 都非常强调一个叫做独立思考 或者是一些思辨的精神 而这些独立思考跟思辨的精神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 我们要容许我们的学生 是有所谓的犯错的可能性 或者是我们要让他有一些 去所谓的摸索的空间 而不是一开始 就去做很多的限制 因为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跟过去的年轻人 恐怕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在从小就接触到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资讯 怎么样在这些资讯当中 有很好的这些所谓的 识辨的能力 或者这种表达能力 恐怕是要给更大的空间 而不是一昧的去给予限制 或是所谓的引导 这样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则的新闻 是郑幸泽案的最新的发展 两年前从死囚到再审 中国自由的郑幸泽 在家人和律师的陪同下 呼吸到铁窗外的自由空气 106年再审无罪确定 律师为他申请刑事补偿 台中高分院今天宣判 补偿金额为1728万8千元 是司法史上第三高 台中高分院认为 郑幸泽金额时间长达14年 正值人生最精华的部分 同时也面临随时遭死刑 执行的恐惧及痛苦 沈卓郑幸泽受鸡押4322日 以每日4000元为适当 但郑幸泽的律师认为 冤逾死囚承受的身心压力 不能与一般自由行相较 自由行的案件都有可能判到5000块的 唯一一个死刑的案件 对不对 用说因为它有可规则的室友 这样的减除 我们是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接受 民国91年 台中封原13云KTV的警匪枪击案 造成原警苏贤皮身亡 在场的郑幸泽被控持枪射杀原警 原本判处死刑定验 105年再审并释放郑幸泽 106年判决无罪确定 原本郑幸泽请求刑事补偿 因以最高金额每天5000元计算 但台中高分院认为 枪击案当时 郑幸泽确实在现场 自身行为仍有可规则事由 对于刑事补偿金额 是否要申请复判 律师态度保留 但仍然肯定这个案件 在简便合作下 获得平反的司法价值 同时点出司法制度 还有许多带努力的空间 记者黄熊来时捷 台中报导 反正最后是判定要赔偿 郑幸泽1728万8千元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赔偿 因为就算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 这个郑幸泽失去的青春 以及被囚禁的这个大好的岁月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案子 能够早日的破案 能够去让这个受害者的家属 在心理上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 该有的赔偿上面也好 都应该要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安慰 而水落石出也让这一个加害者 可以早一点接受 这个所谓的法律的制裁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 每一个案子的这个审判 都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特别是跟人命关天的案子 不管是死刑 或者是有人被杀死 我们都不可以轻忽的 这个去判案的这个每一个历程 而且要必须要特别的知道 这个跟人命有关的事情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跟小心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生命的动力 是原自谋 好 好 好